这个瓜有没有知道叫什么的 在我们这边叫佛手瓜 又叫瘦瓜和手瓜 你们那边叫什么呀 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呗 清洗干净以后去头去尾 对半切开再切成四半 去掉里面的瓜瘾 再切成均匀一点的薄片 再准备一点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切一点红椒片搭配点颜色 锅中烧水加入一勺盐入个底味 少许的食用油 让烫出来的瓜颜色更加好看 水开以后先倒入木耳烫一分钟 然后再倒入佛手瓜 下锅以后烫个30秒 然后捞出迅速过一下凉水 过凉的佛手瓜炒出来的颜色 才会更加翠绿 另起锅烧油油热以后 放点蒜片把它爆香 爆香以后倒入烫好的佛手瓜 放入盐鸡精白糖调味 炒这种绿色素菜一定要大火快炒 稍微翻炒几下 勾入少许的水淀粉 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清脆爽口 颜色碧绿的青炒佛手瓜 就制作完成了 喜欢的收藏起来试做一下吧